大家好 今天要介紹的是這一個 輕量的三角架 50克 加上手機甲 28克 就真的很輕 因為以前上山都是用 這一個 Gopro Pie 然後就搭配這個 GorillaPod 對 JobyPod OK 就很重 但是我後來換了 iPhone 12之後 因為他有廣角鏡頭 我就比較不需要 Gopro 所以就在找比較輕的腳架 然後就找到了這一個 對我來說 是一個能夠 紀錄當下的一個 方法 因為事情都會沒有忘記 對不對 我們覺得可能不會忘 但是 真的不會忘 好 所以 一開始我是 就是在 到營地之後 我想要排一些裝備 然後後來就有 漸漸就拍了影片 就越來越多 如果說不是要 像我這樣子 拍上來 放上來 放上來 給大家看 的話 其實 我們只需要 就 想拍什麼就拍什麼 然後就不用考慮太多 那我們紀錄 如果是自己看的話 那就是 我就知道 然後我們一看就知道 那是我們自己的故事 有看到有提醒就會想起來 對 那時候跟他在一起真開心 現在已經是別人的 媽媽了 只要不接 就跳出這個輪迴嘛 對不對 好總之今天是要介紹這一個 在他的雲台的話 可以讓 我們架在上面的相機 或者是手機 可以這樣子 360度的旋轉 然後 前後方面的角度可以比較大 但是左右的話就比較小一點 這樣子 當然就是他這個雲台這邊 好 他這邊可以 鎖緊 選鬆 好就可以這樣子來調整 那如果要 放 手機的話 像我現在上商 都 還是用手機嘛 就另外要買一個這個 手機的夾子 最好是可以買 就是有兩個方向的洞 這樣子我們手機要 橫放 橫著夾 或是紙的夾 都可以 OK 手機放上來 差不多就像這個樣子 要調整高度的話 他可以稍微微調一點 這個腳架 不要把它完全張開 稍微力高一點 然後這個角度 調整一下 調整他的平衡 好這樣子就可以了 我們在山上有的時候 然後我們放的地方沒有很平 也可以稍微做一點點調整 像這樣 OK 這邊高一點 這邊低一點 再調整一下 好 他這個兩隻 前腳這邊 他下面有橡皮 可以有一點點紙滑 不過我們在山上如果真的太滑的話 就可以找一些小石頭來頂住 我上次去雲生拍 影片的時候 就有用到這一個 其實還蠻好用的 收起來的時候 就會變成 類似自拍棒的樣子 這邊有一個 魔鬼章的袋子 可以藏在 樹幹上面 固定在那一邊 當然我們會買這個 進來試試看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很輕 這一個腳架50克 這個假手機的28克 好 那就真的很輕了 謝謝